终极三班的学生们,迈着整齐有力的步伐行进在山谷间,此处也无外人,羞愧的情绪少了几分,打倒豹子后,应有的趾高气昂开始逐步上扬,顾飞跟在队伍后面摇头苦笑。 到底还是一帮孩子呀,真想让他们觉得囧,难。如此进行到山谷口处,正好与一对要朝山谷里闯入的人相遇。 学生们整齐的队列,体现了近乎完美的纪律性,令这支总数为二十七人的队伍情不自禁地感到汗颜。 戴德看到当中两位战士合力拎着的被五花大绑的强盗头子后,这二十七人的表情都变得不自然起来。 许然会是这样? 十五人在窃窃私语。 但在二十七人中,这有四人不动声色,他们没有对五花大绑的强盗头子表现出异样情绪。 一副果真如此的表情从他们脸上一晃而过,接着持续到惊奇。 只是因为眼前这队伍的整齐有序。 有几率的队伍,无疑会更具有战斗力,在团战中更熟悉,但在网游中任何团队都还不至于引用几率这个词汇。 对于有优秀战斗力的团队,大家顶多称赞一句,配合不错。 配合源自于默契,三五个人很容易因相互了解心有灵犀产生出默契。 但要换成三五十人,甚至上百人就没这么容易了。 这时的默契就需要强制表现出来,此时的默契便称之为纪律。 遵守纪律无疑是件很痛苦的事。 在网游这个以游乐为主的世界里,更不会有人去乐意遵守。 所以当眼前出现这么一支体现着纪律的队伍时,着实让人觉得惊骇。 这样的队伍,战斗力一定会超强。 众人下意识地想着,网游中判断战斗力如何,那当然有更直接简单的办法,鉴定书。 这二十七人,不由自主地各自选择着目标进行鉴定,相互印证结果后,大跌眼镜。 这支队伍中居然连个上三十五级的人都没有,而且在看到他们这二十七人后,这支队伍突然间变得没精打采起来,脚步也显得很是懒散,完全没有了初见时那么整齐有力的光彩。 这是当然嘛,这些学生一看到又有外人了,立刻觉得不好意思起来。 不少人的脸上已经出现了喜色,学生队伍却已经与他们擦身而过,出了山谷。 二十七人相互询问一般地对视了一下,最后有一人望向了那一直很平静的四人。 懂手吗? 四人中的一人静静地。 这你们自己拿主意吧,不过,既然你们触发的这个任务是双向任务,那么我们的酬金需要提高一倍。 毕竟,这属于PK战斗,我们还需要为以后的麻烦买单。 这个我们知道,问话的人点了点头,回头,又和余下那二十二人简单商令了几句后,回过头来说, 不过,这些对手看起来不是很强,或许我们不需要你们帮忙。 那四人倒也没生气,只是笑了笑后说,的确不怎么强,不过这样虽然我们不会出手,但订金也不会退,只是后续的费用就不必了,希望你理解。 当然,问话的人点头只是…… 我们就在这里,如果你们需要帮助,我们就会出手,这样可以了吧? 四人显然已经完全读懂了眼前这些人的意图,这无疑是让对方很满意的答复,对方终于不再说什么,回头和其他二十二人简单地嘀咕了两句,个人悄悄地拿出武器,突然就从身后向中级三班的学生发动突袭。 剑石,攻击最先到达的,永远是弓箭手的剑石,目标同指向了对方队列末尾那个多余的人。 不料此人就在此时猛然转身,手从口袋中拔出长剑,荡剑几灰,竟将一起设置的几只剑矢一起跳落。 你们想干什么? 顾飞早觉着二十多人有些不对劲儿,方才剑矢袭来,原本躲避是最稳妥的法子,不过那样恐怕就要射到学生身上。 只得冒险拿剑去挡,好在对方并没有用什么技能,刺只剑成功被顾飞剥落。 看来,他们是认为射杀一个法师而已,不需要什么强力技能。 黑色法袍,再加上暗紫色长剑,这身装束立刻引起了那一直很沉稳的四人的注意。 这扮相,他们虽然只是第一次剑,但却是最近热点关注的情报之一。 这人是公子精团的法师千里一罪,是他们黑手拥兵团对抗决赛中最需要注意的对手。 四人认出顾飞的同时,心下也有些释然。 之前还对那帮连三十五级都没有的家伙们可以料理这里的boss感到惊奇。 此时一看,原来也是卖了拥兵团相助。 不过,公子精英团居然只出动了一个人,看来真是名副其实的有点强啊。 学生们此时已经惊觉,纷纷回身询问发生了什么。 嘈杂一片,不好意思,双向任务,发动攻击的二十三人中,为首一人淡淡地解释了一下。 双向任务,顾飞听过这个名词,据佑哥的解释,系统会把一些对立内容设置成双向任务,由双方面的玩家领取。 在双向任务中,玩家面对的最主要的敌人并不是系统,而是玩家。 双向任务一般都是行会任务这类的团队任务,少见于个人任务当中。 你们的内容是什么? 顾飞问道,既然都是做任务,那也说不上什么是非对错了,如果能有一个和谐解决的办法,自然最好。 杀掉压界途中的将到头目。 对方回答,他们其实也只是一个小行会,领到这任务后觉得面对boss级对手把握实在不大,于是飞快联系了云端城最大的佣兵团,黑手佣兵团。 黑手佣兵团在玩家口中口碑不错,信誉可以说是有保障的。 寻求他们帮助的,基本都不会在佣兵大楼发布任务,借系统发布任务虽然稳妥,却免不了要被系统大神扣去所谓的终结费。 所以,只要是信得过的对象,大家都乐于在私底下交易。 三言两语就在消息来往中谈妥了价格,双方面的人马在城门口会合,付了定金后,就一起朝系统提示指定的方向出发了。 随后,就在山谷口遇到了顾飞和中级三班一行人,方知负责押借这强盗头子居然也是玩家。 这是一个双向任务。 顾飞已听对方任务内容,暗骂系统卑鄙。 中级三班这边要求活捉,对方却要求杀死,这完全没有什么回旋的余地,摆明了是要双方死磕。 不好意思,我们的任务是要活捉他回去。 顾飞说,当然,双向任务嘛,想来你们也是这内容。 对方回答,此时已有一个对顾飞放了鉴定书的人小声在队伍里传播信息。 这个家伙是四十级的,当心。 哦,一个四十级的玩家成立了小航会,然后收了一些新人。 小航会的玩家不知顾飞身份都是如此想着。 这事儿怎么弄啊?顾飞叹息,我们是不会放弃任务的。 对方的态度很坚决,顾飞回头看了看学生们笑笑道,我们当然也不会。 既然这样,对方纷纷亮着武器,意图已真很明显了。 没有其他办法了。 顾飞回想大家争炼极区时的单条制度,问题是,炼极区一处没有,可以找下一处,任务过了这村就没这地儿了。 双向任务虽然很有争议,但系统却用丰厚的奖励堵住了玩家的嘴。 真领到双向任务的,几乎没有人会觉得尴尬,反而是个个庆幸,随便放弃,更是绝对不可能。 这个小航会发现自己领到的这任务居然是双向,已经够激动了,再发现要面对的玩家对手也很弱,那是激动中的激动。 此时,哪里会有丝毫的退让?顾飞说什么,其他办法是,他们根本就没有怎么考虑。 而那黑手拥兵团的四人此时却走上前来,问那小航会的会长,你确定不要帮忙吗? 小会长很疑惑地回头望去。 这位,千里一醉,这名字你难道没听过吗?黑手拥兵团的人简单介绍顾飞。 啊?众人都是一争。 顾飞的身份是最近才被曝光,但他的传奇可是由来已久,无可争议地被视为云端城第一强人。 听说此人见指向的地方,对手瞬间就会被秒成飞灰,攻击力强得像是系统的亲戚啊。 哎呦,听说二三十人在他面前根本不够看,对酒当个七百五十人照灭。 谣言的杀伤力就是这么强大,小航会中人对顾飞议论纷纷,之前的激动已经不在,为自己遇上如此强敌,感到命运不公。 黑手拥兵团的四人适时地站了出来,头衔一人对顾飞笑道,想不到我们会在比赛前以这种方式碰面。 你是谁? 顾飞当然不认识这些人。 我叫月下独白,此人回答,我们是黑手拥兵团的。 我们是黑手拥兵团的。